英国人唐纳德·坎佩尔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 创造了多个水上和陆地速度记录 不过51年前他驾驶一架蓝鸟K7水上飞机 挑战速度记录时却不幸地葬身湖底 4号经过修复的这架蓝鸟K7水上飞机 时隔半个世纪重新回到了水面上 当天在苏格兰比特岛 在坎佩尔后人的见证下 修复的蓝鸟K7水上飞机回到了水面上 那一抹熟悉的湖蓝色又回来了 1967年1月4号 唐纳德·坎佩尔在科尼斯顿湖上 驾驶着这架蓝鸟K7水上飞机 挑战自己创下的时速448公里的记录时 无幸葬身湖底终年45岁 持续了两周的搜寻行动 没能找到他的遗体 直到2001年 一支专业团队在搜寻蓝鸟K7的更多残骸时 才准确定位了坎佩尔的遗体 当年9月 他被葬在了湖边的科尼斯顿村庄 如今私人已逝 但蓝鸟K7经过修复后重回水面 明年他将故地重游 再次前往科尼斯顿湖 挑战水上飞机的时速记录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